抗戀藥在中国不是主力,中国的主力是中央政治学校医务史 因为中央政治学校是陈果夫主持的 陈果夫鼓励中央政治学校医务史的主任 你们应该找找中央里面有抗戀藥 所以是那边开始找,那边找到找以后 后来陈果说你们做得不错,我就拿一笔钱了 你们再建一个中央特效药研究所 一个校医史,最后变成了研究所,就找藥 所以那边是一批人在找,相对来说有资源,有人,有部门王要在找 张商说,这是有道理,是应该做,那我也不是陈果夫的人 不能因为我不是陈果夫的人,我就不做,我这样做 他从他的角度也开做,他带着几个助手开始做 其中一个助手叫周敬忠,还有其他的助手 他也在做抗戀藥 那么当时,首先是中央政治学校医务史的人,开始做常山 在中央抗戀藥里面有多种,其中还有其他人做过 后来发现有没有作用的 常山是抗戀的方子里面其中一个 有一个抗戀的方子里面有七个药,包括常山 然后就看这七个药里面,到底那边有用 最后发现不需要七个,只要一个就有用 那这一个里面有什么有用 那么,医务史也在做 张昌少带着助手也在做 最早发文献的,我们查到的 是1943年,张昌少发的文章 工作最早做,其实是中央政治学校医务史先开做 先知道常山有作用 但是发表文章,我看到的是常常少 常少和周庭聪 他们就证明常山在基 常山对于人就可以抗戀 然后以后过了几年,他们证明在动物模型上有作用 而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就不断分离出化 分离出化,再跟化学家合作 最后就找到了常山里面的常山碱,常山新碱 是单体化学分子有抗略作用 所以从1911年开始到1918年 在重庆和上海康前部后期 然后还和化学合作者,包括赵成谷,高医生 拿到了抗略单体化学分子 搞清楚了他的分子室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这个很重要的工作,就包括 从头到尾做了一遍 怎么在中药里发现抗美药 同样,他用了当时的现代方法 包括化学方法 然后这里面出现一个很好玩的事情 这个时候他们跟美国竞争过 这个不叫竞争,叫竞赛国 因为当时美国,英国,盟军都有必要找新的抗略药 在奎林有抗药性出现另外 和奎林的来源是金基纳素 金基纳素的主要产地是印度尼西亚的爪瓜 爪瓜被日本占领和全世界的奎林 百分之九十在日本人手上 那么其他人的瘧疾、发病率都难以得到控制 所以都在做 所以英国、美国、中国都在做 当然当时认为英国、美国应该先做出来 但是 长山里面找到长山新捷 居然是中国 条件很差的情况,中国先做出来 美国有几个药厂在做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教授还在做 这里面还出现过 分子室的第一篇中文文章 是中国发表的 是张上上、赵成谷他们发表的 高医生他们发表的 这个分子室是对的 但是中文发表的 他们发的第二篇文章 但是他们的第一篇英文 分子室错了两个亲原子 然后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 一出来 就是对的 所以加州理工学院这两个人 不太特别好 他把这个英文名字改掉 所以长山俭、长山新捷 有两个英文名字 是因为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兼职 他们搞错 所以我们这个分子 不是他们的分子 我们这才对 所以两个人 这里面不关于这个情况 今天还有人在研究长山新捷 包括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这个研究所是赵成谷以前做的 药物研究所所长 最后传到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他们前两年做这个工作的人 用的那个英文学名 用的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学名 而不是用沾沾和赵库兰 因为他们已经不知道 这两个学名来源是什么样的 已经开始树叠忘主 就自己所长用的英文 他们不知道 他们用的美国的英文 我后来发现这个细节以后 寄给他们所长 我说你去找他们 这种名字得改过来 就用我们自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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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